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王媛媛 一定万死不辞 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你不必放在心上 我不喜欢欠人气 很麻烦 好 我收下了 那咱们后会有期 龙团长 我们就先走一步 我就复命了 龙兄弟 后会有期了 多谢龙团长救命之恩 以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吩咐 我能再有此事 他是个好人 我知道 雷雷 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去了 光明之子 为了感谢你们对梦幻天堂的帮助 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们 是零卢啊 没错 这是我挑出来最适合你们的零卢 理论上来说 零卢越多越好 但零卢如果互相冲突 反而得不偿失 我吸收清净零卢时 是靠寻回零卢强行压制 若是再吸收 恐怕会助力 的确 每个人能吸收的零卢有限制 但我可以帮你们进行零卢合成 零卢合成 将拥有的零卢合二为一 保留原本的能力和处性 不止未能会提升 还能预育出新能力 这就是梦幻天堂最大的奥秘之一 可昊晨为什么没有新的零卢 因为梦幻天堂已经没有更适合 光明神圈者的零卢了 再吸收一些其他零卢 对它未来并无益处 不过 我可以帮了昊晨体内原有的 两个零卢进行合成 威力也会大大提升 他就谢谢你了 好嘞 事不宜迟 现在就来合成零卢吧 小龙了 光阅色零卢与圣语零卢合成 大幅提升光属性零力 还可以自主施展超强光系法术 辅助作战 新燕零卢和燕之鹰零卢合成新燕凤凰零卢 拥有超强爆发 紫零零卢和光之丑零卢合成此坏神零零卢 拥有惊人的雷系破坏力 拥身零零卢和时光零卢合成时光之蝶零卢 同时开启三倍生灵之门 光之守护零卢和光之聚合零卢 合成光之丁零卢 战场能量支援 团战绝对控察 熏灰零卢吞噬了千金零卢和真实之影零卢 杀杀你大幅提升 可以每天使用一次熏灰零卢而不受反噬 凤零卢 彩儿 怎么了 彩儿 你没事吧 他那熏灰零卢过于霸道 我送你去帮他 把他唤醒 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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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彩儿 彩儿 她们早就回来 既然你们已经没事了 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你们离开之后 梦幻天堂将关闭 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 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 但此次魔族也损失惨重 我有预感 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 梦幻天堂乃是命一计 魔族无法轻易进入即行报复 但你在外面 可就太危险了 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 双神加持施展神技 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 遇含神明反则 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 这片神明遗迹 就无法再次使用神技 所以 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 在你需要时 我会帮你 但是我也希望 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 你能伸出援手 放心 只要你们需要 我一定在所不辞 大龙 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 刚好借此机会 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 你都一把老骨头了 就别折腾了 省得到时候扭了腰 梦幻天堂里 怎么会有第三位神明的印记 什么 你是说梦幻天堂里 有自然女神的神阁 难怪魔神皇如此在意 看来魔神皇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神的层次 才这么急着需要神阁 助他成神 还好这次有你们团队 才没有让神阁 落入魔神皇之手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孩子 你们阻止了一场 人类的大浩劫呀 你看这次年华也太漂亮了吧 梦幻天堂一战 我族十余位少年天才 舍身忘死 立战魔族 为我族打下了漂亮的一战 先给予他们镇南关一等宫奖励 我们的榜样 其中龙昊臣率领 降级二十一号猎魔团 更是力挽狂澜 朱砂七位魔神继承人 守住了梦幻天堂 又是龙昊臣这个大英雄 太太牛了吧 不仅如此 他们还带回大量灵弩 让梦幻天堂站在了我们人类的战线 从此所产灵弩将全部归为联盟所有 经联盟商议后决定给予特等供奖励 不仅如此 空影水晶 居然是空影水晶 不错 这是老人特地给你准备的 空影水晶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听过很正常 毕竟空影水晶 已经一世上万年了 一万多年前的辉煌年代 我的先祖聚灵神 曾用天外晶石与自身神血融合 打造了七颗自带神力的空影水晶 镶嵌在聚灵神之盾上 使聚灵神之盾威力可开天匹地 但随着聚灵神的云露 镶嵌在聚灵神之盾上的 七颗空影水晶 也移留到了圣魔大陆各处 我原本的三颗 还是祖上花费近千年 才好不容易找到 一代代传下来的 这次又加了一颗 我的聚灵神之盾威力 至少会翻上两倍 那要是极其七颗空影水晶 聚灵神之盾 就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了 我怕不止 应该还能召唤聚灵神 不错 没想到联盟居然给了我们 如此珍贵的东西 哇 还有还有呢 你们看 领域血绿 酒精魔精 这些宝贝 我还是头一次见啊 还有这个 我还有这个 这可都是有家无师的宝贝 哼 你小子先别那么激动 还有更好的呢 别等会兴奋的晕倒了 可没人管你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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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免太大了 哼 哼 大吗 我们还嫌不够呢 毕竟比起你们的功劳 一点也不算大 这次你们击杀了那么多魔神继承人 接下来的两族局势 会更加复杂难操 龙浩尘 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 嗯 无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终究会赢 对此 我无比坚定 此次你能从梦幻天堂活着回来 以首万行 接下来 好生休养一段时间 对 父亲大人 此行对我来说 有超乎预期的生活 我反而觉得 我有更多事要做 龙浩尘 你竟然连阿宝都能组织 我得重新计算一下你的价值 udsd 我得重新计算一下 一群 prod 伤长 我得重新计算孟老 你 Über 勇气倒是可嘉 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就给我活着走出来 你的进族还没有结束 好好想想 你应该做的事 我只没有带回省歌 输给一个人类赶紧去救回 文青 是不是只要我变强 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就会来看我们了 就是一个活动的地 就是现任必杀必杀 也会在你 是为你天末龙的太子 这份痛苦和耻辱 都将挂断未来的金石 总有一天 我会将一千倍百倍地挂回来 我只能降服血杀 立于成我的东西 这血牢 你必将却赴于我 竟然伤害我的孩子 龙浩尘 龙浩尘 我要死了他 一群飞尽的生处 既然如此 他就从龙浩尘 这局为我团开去吧 我的孩子 你的死亡 靠向了沉寂的群星 新的乐章即将奏销了 最要领的星辰 你会有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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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多吗